精彩的赛事结合金融城市特色景点 这项三对三国际篮球赛 从前年开始在金融开打就造成轰动 9月3号将连续第三年在金融举办 金融市长牛昌邀请民众为选手加油打气 这是大家年轻的朋友最喜欢的 我们金融跟我们ESP国际联盟合作 三对三的斗牛赛 今年又要再举办 三间金融市体育会篮球委会主委的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当天除了奇及全国各地篮球好手的三对三EXE联盟赛 还有金融在地球队的111年市长杯三对三篮球赛四强赛同时进行 将让整个球场更加热闹 这四个名次都非常有趣的队伍都是我们金融在地的球队 那到时候他们也会在9月3号这一天 用同样的场地享受高规格的待遇 打一场让大家非常血脉捆脏的三对三篮球 主委单位原本规划在新启用的国门广场开打 不过因为台风即将来袭 而改制有风雨球场的正名国中进行 让联盟执行长吴戴豪觉得有点可惜 今年我们预计要在国门广场来举办也是第一次 我们都非常的兴奋 可是我觉得老天爷大概也是看我们缺水太久了 所以这个台风的影响我们得到的消息 大概80%在9月3号这一天会下雨 所以启动这个雨备的机制 那我们就决定要在正兵这个渔港 正兵国中来举办以这个场地来办今年的三对三 真的这是没有在国门广场打球 其实非常的可惜 因为我在第一届在我们的海洋广场打的时候 我其实我当时也是球员的身份 那很荣幸连续三年来来到基隆 然后打比赛 然后真的很感谢基隆市政府 以及市场大力的帮忙 今年三对三EXE联盟赛 共有北区男子组六队 南区男子组七队 加上女子组八队 冠军队伍将代表台湾参加在日本进行的国际联盟赛 赛况精彩可奇 爱好篮球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旗滩记录报导